罗娟 别这么说 都是一家人 趁点吃吧 这一车祸 如果丢了 我们这一年都白干了 不仅砸了我们远房的 品牌 在这个行业 今后我们也都抬不起头了 所以遥远就自己带着人 就追去了 那天是天亮的时候走的 天黑了都还没回来 我们等在家里的人急啊 越等心越凉 越等心越凉 又怕货追不回来 还怕人啊 车啊 出什么事 大姐 您是一直在 远方经常工作吗 对啊 我一直都在啊 不过这两年我改行啊 快递实在太苦了 我不干了 这不今天你们来了吗 我特地回来 做红烧肉给你们吃 我做得最正宗了 他们都不行 他们都是我徒弟 快尝尝 怎么样啊 尝尝 好吃啊 确实好吃 好吃吧 嗯 好 好 所以你们就说嘛 这客户的包裹 比我们命都重要 我们怎么可能 随随便便去拆呢 是吧 说得对 你们吃啊 吃了人的嘴软 今天你们吃了 我做的红烧肉 回去给我好好宣传啊 不能乱写 好 好 咱们想起来约到这儿了 你有没有想过 姚远他为什么喜欢灯高 你自己好好看看 只有灯高才能望远 我们今天发生的事 你怎么都知道了 你什么事我不知道 阿畅 咱们俩之间的约定 没告诉你哥吧 没有 我真的需要你的事 我答应你 如果有你明天 我一定会上你这